陶芳 摸著與台者病患快速的離開混濁的吸水 由於台二十線八十六公里處 通往高雄桃園區的環管壁橋 又遭到康睿颱風巧聰會 三十日上午桃園裡一位六十六歲的布農族男性長輩 因為不明原因在家中昆倒 撞擊頭部及胸腔 緊急送醫 卻遇到道路中斷 需要透過救難人員及民眾 洗手將病患接駁才能送醫 魚孩在下病患躺在貨車後方 用困惑的棉被包裹著 吊著點滴 家屬和救難人員 趁請雨傘也坐上貨車 在趕往另一個中斷的地方 巴四公里處 施工人員 趕緊搶通一個便道 讓病患可以由救護車 接駁下山送醫 我們現在高中斷塔樓流溪橋也斷掉 然後巴四可以這邊也在落石 剛剛是用那個接駁的方式 由高中里民的青年下去 一起來接駁 像這樣子從坦美到今天 這樣的一個路況 真的上面如果有警戒 是那個病人要下來 真是很麻煩很困難的一件事 很難過啊 因為這條路一直修一直修 到現在都修不好 看到那些災民 沒有辦法出來 我們看了都很難過啊 希望有關政府能夠關心我們原鄉 桃園山區道路逢雨必斷 民眾需要緊急就醫 都需要動用大批人員 趨公所表示有申請直升級救援 不過風雨急步過大 無法起飛 桃園山區道路中斷 原本只需要四十分鐘 就可以抵達七山鼠立醫院 不過道路中斷 人力接駁 共刮了三個多小時才安全將病患送醫 接著摩拉斯瑪耀高雄桃園採訪報導 到時 有話 早有 一定留意